不惜用重金去各地招募了一批凶悍死士 组成一支冷血黑旗战队 秘密加以严格训练 一批准备 东厂又设有军器部 专事设计各类星影杀人力气 更利用死球做实验 放开我 三地天蓝的狗贼 上去 你不得好死 出来 我是朝廷命官 你们不能随便杀人 你 五蝶射雕剑 全群大宫剑 全群大宫剑 放我一剑 大太监曹少钦 自认东厂都宫 上邪天子 下令百官 独揽大权 在朝中 极力排除异己 一心建立东厂王朝 曹少钦在东厂私设公堂 稽查朝官名情 凡有敢于对抗者 即刻抓住东厂 酷刑致死 世人说起东厂 袒虎色变 腥风鞋鱼 露罩着大名天下 他是什么人 禀都宫 他就是兵部尚书 杨宇轩 犯了什么事 杨宇轩四月初八 向皇上承交一封剑书 贪贺东厂 请求圣上关闭东厂 横伴都宫 禀都宫 杨宇轩的剑书在此 杨大人 呸 你是专门找我的麻烦 我们东厂太监 一直对皇上忠心耿告 你这样谗言无告 和我作对 你不怕掉脑袋吗 皇冠不可参政 是明太祖一训 你们私设公堂 滥杀忠良 独残生灵 还敢蒙蔽皇上 天理难容 还最硬 行行 杨宇轩我看你是越老越糊涂 交出兵权 我就饶你不死 你们这群乱臣焉党 无作非为 没有皇上的手艺 休想我 交出兵权 要圣旨 来人啊 咱们给他写一张 曹少天 你 你竟敢冒充圣上 要舌头自尽了 杨宇轩 杨宇轩官居一品 我们得要定他一个罪名处死 对皇上才好交代 屯兵关外图谋造反 免儿一早拉出去斩首 遵命 奉天承运皇帝诏曰 犯官兵部上书 杨宇轩 屯兵关外图谋造反 皇上有旨 武时斩首行刑 钦此 握杨宇轩 闪水 战阮 successfully 为了 刘一 战阮 宇轩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曹少卿将杨宇轩满门抄战 却故意留下杨宇轩一子一女作为活口 同年秋天将之发配赛外 曹少卿借狩猎为名 秘密调动黑棋战队 出京跟踪 企图把杨之亲戚一代名将周淮安宁出 加以歼灭 以达到斩草出根的目的 尽量不禁于是 尽量不禁于是 小弟 什么鬼地方 连棵树也没有 晒死了 小弟 在上 我邱莫言以此见发誓 定要将阳公的子女平安救出 一切都已经准备好了 请上路 好 走 要出御门关 必经驰骋着阵 西谷三地 你们兵分三路 我坐阵中央 布下天罗地网 我坐阵中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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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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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怀安他还没有出现 周怀安一直是杨宇轩身边的爱将 他之所以能够坐镇八十万进军教头 也是杨宇轩一手推荐 咱们用这两个小的坐耳 不怕他不露面 喝死了 给你喝 大叔 能不能给我们一点水喝 让开 让开 过来 让开手 好 谢谢 别紧 慢慢喝 姐姐你喝 我不渴 你喝 有人来 快点放人 官命难为 不放杀了你 慢着 我们是来救人不是来杀人的 要是啊 就是要东厂的走狗 你们把孩子快放了吧 跟我们走 不然东厂也不会放过你们 别跟他们废话 快把个加锁 听见没有 姐姐 小弟 你们两个护着孩子 大帆子 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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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只是虾兵蟹将 大鱼还没出现呢 杜公 救两个小崽子的人终于出现了 cerc 百年并省 弹 云 用 狱子ница 喝了 弟弟 爹 爹爹 你在哪 爹爹 你在哪 爹爹 我在哪 爹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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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先多 打不住了 你先把孩子带走 走 走 毒公 这个不是周怀安 周怀安不是这种江湖功 弟弟 我们平安啦 周怀安功于心计 调来的人都是些江湖草寇 先把他们放走 我要把他们一网打尽 这是龙门关 已经跟周怀安说好 在龙门客栈会好 我们带着两个孩子 后面又有东厂追兵 我看还是走天龙山顶的小路 就照你说的办 沙早为是大道 易守难攻 常言笑 带一对锦衣卫封住这个出口 遵命 御门关山势陡峭 不宜大军行走 还两对骑兵 守住各个山口 这里是龙门关 龙门关是出关的要道 传令戍兵马上封关 你们沿河门往西 查封所有边关陆墙 渡攻高见 去吧 遵命 是 是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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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